這道什麼樣的消息 就不清楚 因為我們也是被人叫來搬東西 大巴集團的婚紗合作廠商 急著跑來東西一箱一箱的搬 就連租借停車場的業者 聽到消息也等不及了 人家說星期一要給我 星期又沒有 我就慶斯跑 因為都沒接電話 我就想說要跑一趟 門口只擺了電修一日的公告 理由是內部機電維修 廠商一頭霧水 業者終於出面道歉了 社會大眾還有所有的廠商抱歉 我們確實在營運上面 有許多的挑戰跟困難 這一段時間 那麼努力的在找新的投資者 就是希望能夠多一點的財力 三立獨家畫面 7月2號早上 大巴臨時找來223名員工 談的是最終營業日 和資遣費 以及相關薪水如何發放 今年6月11號 才經傳大巴欠薪 承諾月底完全給付 月底錢的確拿到了 但事隔兩天 員工面臨的是 公司歇業易主的消息 暫時休息停業的部分 我們並沒有收到 老公有不同的意見 那我們還是希望說 新的經營團隊 能夠繼續維護 員工的工作權 員工廠商頭痛 消費者也很跳腳 因為大巴餐飲 在3月旅展上 還賣出800萬餐券 團購網相關餐券 也還有販售頁面 因為機子我們還在維修 所以沒有儲卷 今天可以買得到嗎 可是那邊還在處理 其中文件 跟新的投資方 我們就是 這是我們要合作的 必須堅守的條件之一吧 新團隊承不承認 幾百萬的餐券 還是未知數 經營39年的大巴集團 盡管承諾 交接給新團隊的作業 一定會妥善處理 營運出狀況 等不到發大財 高雄老品牌宣布 暫停歇業 三立宣取消 陳彥豪 內部鄉高雄報導